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 这里是由金铭制作主持的今夜来一段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位这个 长期在剧场工作的一个剧场工作者 她叫林静怡 然后她早年呢 是从这个中国工商 就是我的学姐 那个戏巴化剧社毕业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一路这样子 在剧场工作这样二十几年 然后她的外号叫阿婆 阿婆你好 你现在把我的秘密泄露出去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 没有关系 反正这个女人到了一个年纪 就是靠实力 不是靠长相美 然后那个 你本来是中国工商哪一课 我国贸 有先做国贸的工作吗 其实有 其实我当初念武专 我其实是为了要参加社团 对 就是因为武专比较松 轻松是吧 对也是 对 然后呢国贸啊 因为那个年代 爸妈都觉得说女孩子 出来就是不是当秘书 就是当反正就是做贸易 这行业这应该是不错的 所以那时候只是为了 爸妈觉得说 国贸女孩子很适合念 我就选了国贸 不然我其实是想要念其他的 那为了玩社团 那以前没有那么多电脑 所以以前的社团是很疯狂的 那为什么后来决定参加话剧社 参加话剧社吗 对 其实那是我一开始我就设定我要参加话剧社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很笨 我以前以为参加社团只能参加一个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还想参加是那个编辑社 然后我以为只能参加一个 我就两个就想说编辑我的文笔好像不是那么好 那话剧感觉我比较会演戏一点 所以我就选择话剧社 可是就算你一开始不知道你等你混个半年一年 你也知道很多同学他可能跑两三个社团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就很死忠的就一直待在那个社团 其实我觉得我大概能够了解那种心情 就是也许你一开始不知道 可是当你这个参加一段时间 第一个你跟本来这个社团有感情 那第二个如果你又参加别的社团 在当时你好像感觉就变外来者 那种感觉就怪怪的你知道吗 就是只有新生刚进去的那一刻 人家把你当新生 对也许吧 对啊等你二三年级突然要参加别的社团 可是那种感觉就 对啊可能就是当时的学长姐 就是也把我们带的不错 就是整个那个社团的那个气氛是很融洽的 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还有做蛮多的练习 所以可能感觉上你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参加其他的社团 因为话剧社跟其他社团不一样 就是常常要团体做一些事情 所以那种感觉跟 那样编辑是个人编个人的 所以也许你在家就可以编 你根本不用来社团 那你来社团也许是交稿 那人家帮你改一改 好回去继续修 所以好像感觉少了这个 大家彼此互动的感情这块 对所以我很开心就是说 以前念书时候的这些社团的 不管是学长姐或是学弟妹 其实我们到现在都还有联络 对 比如说我 对对对对对 这个应该是说还好就是拜我们这个FB的盛行 是 所以在两三年前大家就在FB也许搜搜本名就收到 有些人会用一些奇怪的英文名字 但是久了可能不小心也会收到 对 然后就慢慢这样集合起来 对有时候会真的 我觉得那个念力还是怎么样 就是在路上也可能就突然遇到了 对你就那时候那种感情就觉得 哇你好像找到一个就是已经失踪很久的亲人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是也许是你找到也许是我找到 但是重点很快就拉在一起 对对对 因为就社团只要一家境 大家彼此FB一锁住就很清楚知道彼此的动态 没错 对所以本人对社团还是有一点贡献的 找到那个妒忌宴这样 非常感谢你 好但是我知道你们后来这两年 你们这些老人家都自己有很多活动 我们这年轻人代沟的就很难参与 很难插入了对不对 也不能这样讲啦 因为其实也有距离我很远的学长姐 那时候真的是他们已经 你看我对你来讲已经算是 有一点距离的学姐了 但是他们就是我们的学长姐 又找到一个更早的 对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代沟 我就是看什么话题啦 我觉得我比较开心的是说 我们其实在 不管是在Line或者是在FB里面 大家在聊天的那个内容 就是没有压力的 对可能就是因为我在工作上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可能在这边吐吐苦水 然后大家就是互相也是在那边 打迪赛或是干什么 但是那个气氛是愉快的 其实它就有点像同学会的群组 对对对对 只是因为我们有过去这个排练的这个革命情感 所以跟同学之间的感情还是不一样 对 而且主要是你们那上下那一些阶级 可能你们又同时排了很多戏 所以你们感情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那时候 因为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大专杯的话剧比赛 那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排戏排练或是干嘛 都是为了那个比赛 所以就是变成说 大家准备那么长的时间 都是在准备这个东西 所以可能就是相信之下 那个情感就会更联系 而且我现在回头来去想排练这个事情 像你们现在是职业剧团 你们一年可能要排五六档 甚至你额外别的剧团也会请你来帮忙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一年要排十几档 那到那个以前那么单纯的这个年代 20年前也许30年了 真的一整年就排一出戏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 因为幸福的话你只做一件事 理论上你可以演得很精 但是我们一个礼拜没有排到几次 一次可能只是排个可能两个小时之类的 然后或许每一次的排戏也不是通通都到 可能这个人没来那个人没来 对 对就是你说要真的大家都全员集合 那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可能就最后一个月 对 比较有可能 对 嗯 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都是学生时代的回忆 能够很单纯做一件事是很幸福的 尤其是我现在我觉得哇 这个一天你真的是光是一天你就有多少事 嗯 怎么可能这个一整年专心做一件事情 对 但是虽然一整年排练下来其实到了眼中还是有状况 对 该忘记的还是忘记的走错位的还是一大堆 对所以就是舞台剧其实那个你说有好玩的地方其实也是在这里啦 对所以像我现在遇到有些新人是干什么的 我就说反正呢我们现在遇到排练就是排练这样了 那到现场还是会遇到状况 那遇到状况呢就不要急 我们就是把事情解决掉就好了 反正不管演的怎么样你隔天还是会好好的活下去 然后就继续再往前走啊 对但是我觉得我我比较开心的是那个过程 嗯 结局可能不一定演好或演坏 但是就是在排练的那个过程就是大家的那种互相合作 我觉得那个情感是我觉得是更OK的 所以就算你现在你是学生你参加社团是话剧社你也很难有过去的感情 因为现在干扰很多而且学生太忙了有些奸差 或者是你自己在家滑滑手机你根本不一定要到现场去跟人家互动 对所以就是以前大家是外热内热整个人都是热的 啊现在是大家可能是外人但是内心是热的 嗯但是没有找到那个大家能够key在一起的那个点 对嗯好那这个简单聊完学生时代再来就是毕业之后 你就直接进剧场吗 不是欸我其实毕业之后就是有做其他的工作 但是真正跟贸易相关只有一次 一开始的那一个工作第一个工作 不是我一开始是在杂志社 嗯嗯对杂志社上班 然后后来就是呃有去过那个房仲 但是卖房子啊 不是没有当助理 哦对但是那个房过去的房仲跟现在的房仲的形式是不太一样 是一种很一整层楼就是很大一片就很多办公桌的那一种 不是像现在 有点有点像总部这样像 对对对对对对 不像现在个人的那种小小的那个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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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来才有去一家贸易公司应征 然后去那家贸易公司印证还蛮有趣的是 我会录取上是因为他前一个助理 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学姐 然后因为那个学姐表现得很好 那因为嫁人了 不得不离开 那那个老板那时候看到我这个学校 他就说你们学校不错 所以很幸运托了那位学姐的福 所以我就印证上了 所以做多久 那个工作好像做了两三年吧 所以等于是应该做的还算蛮愉快的 对因为其实没有立即在剧场工作 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的资讯那么多 对剧场那么多 所以就是你也不知道 你即使很想要演戏 你想要找个管道你也不知道 那时候只知道什么演员 什么华视演员训练班这种的 但是那时候自己又不是说 想要走电视啊电影这一类 对对对 那你就是剧场的这个部分的资讯不多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好吧反正就是毕业 那只是玩社团 然后毕了业 就是乖乖自己找一份工作做吧 就是边走边看 那也是说可能是偶尔这个报纸 也许不小心会有一个小广告是真人的 是剧团的 但是可能就那么一下下 比较不像现在FB 你很容易去找到各个剧团这样子 好那后来呢 是什么样原因找到杯子剧团 是他们自己一登报真人吗 还是透过介绍 是看报纸 其实这个过程也很有趣 是因为我在那个社团的一位同学 对 就是当时我的跟我同一届 然后当时是我的社长 因为他那时候毕业业 他其实他有他自己的一份工作 然后呢 他有的时候也会接剧团的工作 所以他比较早 找你一步进剧团就对 对 就是接触到剧团 因为他自己那时候本业工作 就会接触到这样的 就是这样子的人脉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很好奇 我就说 我说你这样子接剧场的工作 我那时候就是稍微打探了一下 说你这样子一场演 大概多少钱这样子 那好奇 然后他就跟我讲 我就想想 这样如果说我自己在做本业 那额外我还可以去接些case的话 那也是蛮好的 那那时候是刚好 我那时候工作是在 等于是战告一个段落 然后那时候就看到报纸 那时候最有最多的那种艺术 就是说像那种艺术艺文的新闻 就是民生报 糟糕 真的透露我的年龄了 有一半的听众朋友 不知道民生报是什么东西 好没关系 总之呢 我就是在报纸上看到了 就是那个杯子 他在真人 那我就打电话过去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去 去audition就对了 所以在杯子待多久 在杯子待了大概三四年 对 然后是做什么样 行政助理工作 一开始 因为我是一开始是去真演员嘛 就是演员的工作这样子 那后来是因为当时 在以前20年前 艺术行政这个工作 其实并没有像现在 就是有专职的人在做 大部分都是演员去 监着做 对或者是团长监着做 然后那时候 那个杯子他那时候就想说 那我是 因为我的工作告一段落了嘛 他就想 那我既然来真演员 那其他的时间是不是也来做 监行政 对监行政这样子 那我觉得也OK啊 就是因为在学校玩社团 跟在外面 就是职业的剧团 毕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想说 好那我也把行政这个职务 就是监着做 那我就可以真的就知道说 目前幕后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就是一待就待到现在了 剧场啦剧场界 好杯子剧团三四年的时间 然后也是有曾经当过演员 对不对 然后所以你也演过黑光戏 有 好那简单介绍黑光戏 黑光戏喔 你们是都穿黑衣服 对我们就穿黑衣服 然后就是有那个黑灯嘛 然后他的那个道具啊什么 其实都是 对荧光 对都是荧光的颜料这样子 会不会很热啊 那个黑色的 其实是还好啦 因为你在剧场里面都还会有冷气嘛 但是有时候 那时候菜鸟的时候 有时候会忘记戴头套 就只有脸露出来 对 那时候就是会就你就发现说 奇怪我怎么今天看观众看的特别清楚 就没想到是忘记戴头了 可是我在想说 这个是一般如果对他自己演戏有企图的人 他就比较不喜欢演这个戏对不对 因为你的生命是赋予在那个偶上面不是在你 所以你后面那个操控的人其实是就没有你个人的一个特色对不对 对 因为那个就是算是一个团队合作 就是那个什么道具是要出现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弄出来 对然后就是等于大家的那个合作的那个timing 因为黑光剧他因为有点在像变魔术的感觉 对所以就是说你道具出现的时间啊 然后那些就是timing是其实要很准确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颜值很高的话 你靠脸吃饭你就不能够去演黑光剧 脸全部被遮住你的身材也看不到 好但是那我们可以就是换其他的方面想啊 我们就是要就是让自己觉得在这个团队合作是很重要的一员啊 所以在这边也跟我们听众朋友点出一条出路 如果你想要走入剧场 你的长相或者是你的身材实在是 那个提早到了中年的那种身材之后 你就可以去演黑光剧 因为至少你全身都包起啊 脸也看不到这样子 脸也不用特殊在做一些美白啊什么美龙这样子 好那在那个杯子剧团三四年 后来到下一个剧团是欢喜办剧团 现在还在吗 欢喜办戏团他现在比较没有在做戏了 但是据我所知团长他现在还是有在做一些 口述历史然后生命岁月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转型成文史工作室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他本来其实 个人兴趣 应该是说这个剧团本来就是在做口述历史 对他是比较那时候是做属于长者的这个部分 演戏给长辈看 没有长辈自己演是那时候都是长辈素人 对在那个年代现在当然我们发现还蛮多这样子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很特殊的我自己觉得啦 然后而且那时候我们那个团长他他有做很多族群 他一开始有做辅老族群 外省族群 客家族群 然后就是把他们自己的生命历史就是记录下 对记录下来 然后演出来 对然后他们不是专业的 他们不是专业的演员 但是他们的那个身体的肢体语言 就是会让你觉得他们的故事非常的动容 所以那时候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出的那些戏都是叫做台湾告白系列 所以呢就那时候都还蛮受欢迎的 因为很少剧团是教导素人演戏 对所以那个其实每一出戏 我们的团长兼导演他其实要花很大的心力 那我那时候其实是很 我觉得是一个蛮巧合的一个机缘 也是透过别人家介绍 就是去当那个他们的舞台助理 然后那时候就是帮这些长者记台词 班道具 对然后呢 但是跟他们相处过程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后来就是因缘际会下 就到这边来做专职的行政 你在欢喜办多久 我在欢喜办如果是专职的话是五六年吧 所以你在逗点最长对不对 逗点如果前后加起来的话 对 超过十年了 差不多吧 所以现在就聊逗点剧团 你一进来就一直做行政到现在 几乎 除非偶尔会接戏 就是偶尔有缺人就去part time这样是不是 对 像零点这样 对就是比如说大家时间真的都不行了 好那就那我可不可以 好 就是那个演出的机会基本上就是会先 我其实会先让 也不能说先让 就是说其他的团员就是优先选择 所以每次有一出戏你们都是对外争选吗 就是找到一些 我们会先以我们团团园为主 你们有固定的领薪水的团员吗 没有 就是应该是先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团员开始找 应该是说我们其实有一批我们叫做团员 所谓的团员是说我们就是我们就跟家人 就是有点相处上其实有点像家人一样 那其他的团他可能就是说我是跟你配合久了 然后因为斗点对团员的定义跟其他团 所谓团员的定义比较不一样 对然后我们就是如果是斗点的团员的话 我们有什么case我们会优先 以这些团员为主 所以这个团员的意思并不是说正直的团员 而是说你们长期在合作 然后彼此有默契有共识 然后比较有特殊情感的聚在一起 然后他们可能出去他们也会以说 我是斗点聚团的团员为龙这样子 对 你那个恶是 他在那边单团员他出去讲 没有我不是斗点的 你在恶什么 没有啦就是说 其实我们并不会限制说 团员他们去接其他团的case 其实也不会 那只是说 就是说可以跟我们 他们大部分他们都会报备一声 就说我现在要去接什么case了 然后我们也说好啊 就是毕竟因为现在要真的要养正直的人的团也不多啦 真的很少很少 那个就是你们一个基本的一个口袋名单 就是每次要每次演出都基本上都先从自己的团员开始找起 对 但是其实还是没有什么牢固关系的 没有没有 就是一个情感 对对对 是不是就跟我们来聊聊这个剧场行政工作是什么 因为大家一般对剧场的员员比较有概念 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啊剧场行政到底要做什么事 剧场行政就是打杂的啊 什么都要做 但是总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 而且一定要会做 就是基本就是要写企划嘛 然后就是送案找经费啊 然后就是演完了之后 如果你是跟公家机关就是有 要捷报 对要捷报要核销啊 然后演出的时候就是一些票物啊 宣传啊什么的就通通都要都要会这样 所以一般你们找钱都是往公家找吗 有没有私人基金会在赞助这种剧团的 也有也有 对但是就是你要提一个 就是要提一个案子给他 比如你计划你今年你可能要做一个全省的巡回 或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也可以 你可以找基金会 你可以找企业 然后你也可以找公家机关补助 哪一边的难度比较高 公家还是私人的 都很难耶 都很难 应该有不同的难度吧 不同的难度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在 现在在送件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慢慢可以抓出说 哪一个单位他们想要的 就是说那个案子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对大概可以稍微了解 然后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案子送出去的那个成功率 我们大概自己心里可能也会有个底 就是什么单位都有他的一个特殊着重的一个地方 你要抓住他要的点就对 对然后因为其实不同的单位 他们每一期送审的评审也不一样 对那你也不知道说这些评审对于你这一次送的案子 他觉得哦不OK 对那个效率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都有带一点运气在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先做功课 就好像有些访问艺术家他们说他们去投什么艺术奖 他们也是要知道这个奖项他大概需要的风格 然后评审老师一看他就知道这个哪个老师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所以投案不是乱投的 对不是乱投的 要做功课那像那个如果有这个剧团要上我节目 一定要先帮我粉丝页按赞 我马上回去鼓吹 那个不按的那个直接跑来私讯我都不太理他 如果按赞了我就会觉得这个嗯不错有礼貌 这个还会先跟你粉丝页稍微赞一下再来聊下去这样 对啦这是基本的嘛 这个就是很基本的一个key point的那个点 好那找到案子之后当然就开始演出 那其实这个你们如果常常待剧场应该大概都知道 每个场地的接洽是不是都能够很自然 就是反正只要档集有空就可以拍 接洽场地有什么技巧 接洽场地有什么技巧 就是其实我们像戏剧的部分 因为有些场地它可能是适合戏剧 有些场地它是适合音乐 其实他们的那个设备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然后那但是因为像我们 我们的话其实不管什么样的场地都遇过 对然后就是那种礼民大会的那种小礼堂啊什么的 然后我自己以前过去呢还曾经就是有遇过在电子滑车上面 演出了 对非常特殊的经验 然后你们演员不是每个人拿手拿麦克风是吗 有那么夸张 也是戴耳麦那时候是我在那个欢喜办戏团的时候 对因为那时候当时的文件会现在叫文化部 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基层巡演的一个案子 那其实就是会希望说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可以花钱到 进剧场对进剧场看戏 而且那时候这个南北资源其实会有点落差 对所以他们就是就有这样的案子就是去巡回 下乡对下乡 然后就是可能就是那个场地就是不一定啦 不一定你会什么样的场地可能是国小的礼堂 然后或者是礼民大会的那种中心什么的对 然后那一次就真的很特别就是在电子花车上面 因为他们原先找的那个场地真的有点难演啦 对对对 所以花车比较好演 也不是花车比较好演 至少比那个场地好 就是反正那时候就是调度 然后就找了就是电子在电子花车上面 紧急应变就对 对对 但是这个敲场地是只要看对方档期有没有空 然后再价钱是不是都是公开透明的 就是你要用什么设备就是什么钱 还是说其实中间还是有那个交情不交情的问题 如果说你看他有档期 那当然就是你付租金 对对对 对然后他可能就是还是要看一下你的案子的内容 基本上就是通过的 对那因为现在其实那个租金对一般剧团来讲 其实也是一个压力嘛 那所以我们就会去也是送案子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在新北市政府演 就是说新北市政府的场地演出 那我就跟新北市政府文化局送案 那如果案子通过了 那因为我们选了场地 比如说那个板桥文化中心 对板桥艺文中心 那他可能就是可以免场租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对我们来讲 就是有一个很 就是那个压力就减轻很多了 如果说你是跟公家申请的话 如果过了通常都会是免场租 因为他们都有分级嘛 就是说你现在通过这一集是免场租 通过这一集 几折 对几折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找到这个主办场地的这个上一集 然后去再申请 对 然后如果他觉得你这案子真的有 有很多他们的教育意义又符合 他们的宣传的一个目的 他就愿意帮你们折扣或者是免场租奖 对 所以几乎都在跑流程 跑行政流程 对啊 对啊 就是跑行政流程 然后演完了 然后就是 捷报 经费 对 好 但是这个剧场的这个观众的经营 是不是也很重要 是很重要 也是行政要做的吗 对 就是大家都要共同努力的啦 就是因为每一个地方 他的看戏的习惯不一样 比如说在台北 在北部 他可能真的就知道说 看戏付费这件事情是OK的 理所当然 对 然后在 呃 现在 我觉得现在观众已经被教育的算蛮好的 像早期的话 就是比较偏乡的地方 中南部的地方 他们就是因为免费看戏 像是那种歌仔戏 通常在庙会前都是免费的嘛 对 所以那时候如果说 当我们那时候要去卖票的时候 他们都会 都会觉得说 哈 这个还要卖票 不是都免费吗 对 所以其实 那时候中南部有一些新的场馆 他们一开始在经营这件 就是经营观众看戏这件事情 也是蛮辛苦的 就会慢慢教育观众说 你现在是免费来看 但是慢慢的 你要有那个付费者 收看的那个观念 而且就算他们愿意买票进去看 有时候他们心态还是像庙口 那种大拜拜那种心态 对不对 所以在剧场就会发生一些 进去剧场这样 我们比较怕的是说 带食物进剧场 他们就是像庙口这样 对 但是现在 我觉得现在如果 现在的观众 其实已经跟过去比起来好很多了 对 而且现在就是每一次演出 他们都会 场馆的志工都会先宣导 对 所以这件事 这件事情就已经 其实已经慢慢在减少了 好 简单聊完这个剧场工作之后 最后跟我们谈一谈这个 你自己从事剧场工作 这样二十几年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因为像我 比如说我是广播主持人 这样子 虽然没有很久 可是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就 是访问过很多人 嗯 那你觉得剧场上成就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不是本科 就是说念戏剧出身的 那所以就是我进剧场工作 其实啦 我从一开始在进话剧社里面 我真的就很珍惜那个以前学长姐教导我的一些课程这样子 然后他们以前教我的那些东西 我后来到真的在剧场里面使用的时候 是真的是非常实用的 然后而且 就是真的 诶你看 科班出身的人啦 就会觉得说 诶我还蛮有sense 虽然即便我不是 我不是那个专业出来的 然后就是自己也会去上一些课或是干什么的 然后我就会 其实是很还蛮真心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 就是说我的工作跟兴趣是相结合的 即便那个 薪水不是那么高 可以讲微博 对所以我的朋友其实 我的朋友其实都还蛮佩服我的 就是不是在剧场界的朋友 对其他行业的朋友看我都觉得蛮佩服我的 乐在其中 对我竟然可以在这里撑那么久 可是剧场圈的几乎没有几个赚到钱的 大家都是乐在其中 对那个 这个部分真的要有很大的一个热忱去支撑你 然后像每次有新人来 我都会 就是他们都会怀抱梦想嘛 那其实我们 像我我都会先是那个打破梦想的那个人 因为我知道说做这行真的很辛苦 然后也看过就是来来去去那么多人 所以我都会先问他们说你们真的对戏剧这么热爱吗 如果哪一天你真的都没有case了 你还是一定要演戏吗 然后平常没有因为排练或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做正就是说一般上班族的工作 你可能只能就是seven打工或者干嘛的即便这样你都还愿意吗你自己扪心质问如果你觉得OK好那你就走然后你觉得你真的不行那我觉得即便你去做其他行业但是也许你还是会有机会会接触到戏剧这个东西比如说什么服务委会或者说什么尾压要演戏干嘛你还是会接触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是OK的对我都会劝 劝新人这样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就是从这个剧场的这个志工开始开始接触对对你有个阵子然后你利用你这个周六或是晚上去去场看看对啊真的有引发你强烈的动机在说对其实我还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都是就是这样子从志工开始做嘛因为他可能喜欢这个团的戏对对然后去帮忙或是干嘛的慢慢的就是有就是有接触一些课程啊干嘛的也许他就变演员啦 我有认识的朋友就是这样而且这个演出那当下很光鲜亮丽啊然后会让你很感动可是等你在旁间进入观察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一些黑暗的地方你就觉得还是回到你本行之后不要进入剧场圈了然后最后讲讲剧场圈有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啊在台湾其实真的要那个经营剧场真的是蛮困难的而且我们遇到最大的压力其实真的就是票房啦对然后尤其因为像 现在如果说经济不景气呃即便我们不用我们送案子好了找公司找企业找基金会那如果说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他们可能会先删的就是先删这个文化预算因为这个不痛不痒的东西对然后呢除非说他们有一些 想要宣导的事情或者说刚好这个主题是反毒对然后或者说可以增加他们的企业形象所以他们可能还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其实即便企业是这样子然后对一般人来讲因为团这么多对然后父母亲他可能也是在有限的预算下可能给小孩看的戏可能也就是这几场戏 他可能不是不是每一档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就是变得有一点生多粥少 就是大家饭不够吃人多饭少这样比较直白可是你看嘛有时候我会去想你看为什么人家人家很容易把剧场跟电影比较在一起 一部电影好莱坞卡是这么强三百块有找还可以吃爆米花那剧场的话三百块的票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五百一千左右对不对是有时候大家会有那种比较的心理对啊可是会给感觉的是不一样的嘛 就是我觉得剧场他可以我觉得他给观众的那个情感是非常直接面对面的对然后你电影我觉得他毕竟还是会隔了一个荧幕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情感就是交就是说跟交流的那个部分还是有差别的啦 所以在剧场看戏你会震撼你会痛哭流涕可是在电影院看可能就哈哈笑一笑 然后等出电影院就可能脑袋什么都空空你不太会去思考电影里面的一些内容还是有差 有些电影是这样的啦大部分电影都这样吧是少部分比较有深度的电影 对但是我觉得剧场剧场的每一出舞台剧都会让你去省私在现场里面去思考 跟电影差别还是蛮大的嗯对因为每一不管是成人的或是儿童的或是说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舞台剧 我觉得就是你对于自己你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对你自己的人呃我觉得那个思考都是有帮助的啦 好今天非常谢谢豆点创意剧团的剧场行政林静怡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介绍他20年的剧场人生 好谢谢OK谢谢拜拜